看有沒有看到 果真耶 這個扁啊 真的喔 而且還要看到 業界巧組第一冠軍 厲害吧 全國五連霸冠軍的太陽餅 是怎麼樣可以做到這樣的殊榮的 那是當初我們老闆啊 就是我們阿東師 然後他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機會 去贊掉我們台東市政府比賽的那個太陽餅 他等於說他自己改良 用我們的黃金比例 用15比35的比例下去做 太陽餅啊 通常你們在外面是不看到是反射的 我們家他的名字偏偏更加不一樣 他是帶有金黃色 而且充滿那個麥香味的 所以用這一點去打敗其他的那個 就是要創新啦 能夠在這麼多品牌的東西 再突破變成是一個冠軍中的冠軍 而且五連霸 非常不容易 這一定有他的道路 對啊 沒錯 這邊我們講那麼多 那是多餘的 不如我帶你們品嘗一下 好不好 你說什麼 讓你們品嘗一下 那當然好啊 這太好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了 直接 直接指導黃鹽請 來 你好 這邊幫你們上一下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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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棒了 那這邊的話有美式跟我們的高山茶 那我美式 那我高山茶 好 太好了嘛 一來就這樣試吃 這裡的話 就是幫你們簡單介紹一下 好 黃色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採用宜蘭橘子香的蜜漬荊下去做的 哎呦 橘子香 橘子香 所以這邊算是跟那邊點名 對 所以呢 你們等一下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 然後咬下去 讓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橘子香的果肉 每一口都來來吃 對 是 有沒有淡淡的 有點不甜耶 對 真的 因為我們用海藻糖下去 所以它這個整個餅皮跟內餡都不會太甜 這個順口 這個順口 因為 就我怕吃到那種太甜的太陽 對 而且現在你本人的那個飲食習慣都不要太甜 健康 健康管理 對啊 因為它做體重管理 就是好多層喔 它這個外皮啊 光外皮的部分就有120層的 是我們家如意糖的太陽菇菜的成果 哇 好好吃喔 你喜歡吃點食對不對 我喜歡 我們家如意糖的內餡 搭配一下我們的那個高山茶還有咖啡 是 你是說進來的客人 對 所有 那只有這個高山茶跟咖啡是免費喝到飽 沒有啊 包括我們的餅啊 對 對啊 因為我們的餅有將近二十種 你今天從一號吃到二十號我都OK的 然後他可以一直吃 可以一直吃 那您有碰過客人一進來就一直吃 真的有 然後吃了然後謝謝店長然後就走了這樣 不過他至少滿一盒耶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有時候其實很多人他有預算的問題 他可能我真的很喜歡 對 可是我今天我沒有辦法 各種種類都 對啊 買那麼多我也吃不了那麼多對不對 是 因為這個也有保存期限 可是下一次他還會再回來 因為他因為那麼多種類 他要知道說他自己最喜歡吃什麼種類 對 對 所以每個都要試一下 我現在好奇說這個是什麼口味 這個是抹茶的口味 當然 我們不要聊太多 因為他說二十種口味 對啊 你現在才吃第二種而已 才吃第二種 對 這個抹茶的話我們用那個 金剛的抹茶粉下去做的 抹茶在金剛會非常有名的 對 那金剛抹茶粉它的那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入口的時候會有淡淡的那個抹茶香 可是它不是很容易的 比例就真的抓得剛好 就是你剛剛是講的黃金魚 對 沒錯 就是你先試吃的 我覺得非常的佛心 對 我覺得已經有 麻煩你教我們怎麼樣製作這個厲害的太陽餅 好嗎 這個的話就是太陽餅的餅皮的部分 餅皮 對 這個叫油皮 油皮啊 對對對 然後我們今天做兩個口味 分別是金剛跟抹茶的 對 那我先示範抹茶太陽餅怎麼製作 好的 來 這個餅皮我們等一下拿到之後 然後我們把它 好像稍微攤開來 喔 那包這個叫做油酥的部分 這是內餡喔 對 不是 這個是油酥 油酥和油皮它的差別在於說 油酥的話它只有用 麵粉跟奶油 對 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嗯 麵粉 那這個因為我們有加抹茶粉 對 所以它是綠色的 那油皮的話它有像麵包一樣 它除了麵粉以外 然後還有加奶油跟水 它跟麵包一樣一起去打 然後打到它有一個筋度 它有一個彈性 你看不一樣 它有彈性對不對 對 這個油酥它沒有 我們一拿一拉 然後斷了 不同的成分 所以就會有不一樣的口感 對 等一下我們要讓油酥在麵皮裡面 呈現很多的層次 是 就有點像你吃那個可頌麵包蛋白 對 一層一層 它裡面也是麵包體 然後加奶油 做層次出來 所以它會吃起來就是酥酥的 因為剛剛店長是說裡面有120層 對 原理是差不多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先拿這個油皮起來 油酥把它包在裡面 我們把它包起來之後 那就形成了一個初步的 我們做太陽餅的一個麵糰 包好了之後啊 這一個餅皮啊 它可以做成兩個太陽餅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步驟是 我要把它壓開來 這樣子 把它從旁邊捲起來 OK 那之後我們用擀麵棍 從中間開始 向上推 OK 再向下拉 OK 基本上我們這邊如果擀得越長 我們捲回來的層次就會越多 是 那這樣一層一層一圈一圈的 對 所以它慢慢就變成綠色了 對 對 所以等一下看起來會有點漸層 有點上開這樣 漂亮 因為我們一個餅 要做成兩個太陽餅 我把它 稍微的 推開來之後 對 把它 切一半 它就變成兩個餅皮了 OK 那現在我來做一下 好 這邊那個抹茶的 這是抹茶的對不對 謝謝師傅 那這邊這個口味是 這個是荊棘的 所以荊棘的跟抹茶的做法是一樣的 對 基本上都一樣 它的內餡不一樣 接下來就是包我們的內餡 對 我們麥芽糖的話 它一開始的話它是虎貨色的 那我們今天做抹茶口味 所以它是綠色的 麥芽的話一開始它是長得像這樣子 你會看到它 它是非常軟的 你看我這樣一動盆子 會晃 會慢慢的 對 那我需要沾點麵粉 不然我手會黏住 你看喔 它這麼的軟 哇 很拉絲的 那我們有加麵粉 然後去調 還有那個水分的控制 那我們把這個內餡的話 做成現在的狀態 你看它是這樣子的 還是一樣 但是它比較濃稠一點 對對對 因為我們裡面有加抹茶粉 麵粉跟奶油 不同口味的 對 接下來就是這樣子 再請您示範包一個 好 我們把它對折 對折是說我們接下來啊 為了要方便的把這個麥芽線包到裡面來 是 我們需要把我們的麵團 壓成一個圓形 這邊的話壓得越遠越好喔 接下來我先示範一次 因為這個就是重點 對 真的是比較難的地方 把這個內餡啊 我們先把它放著 讓我右手用一個吸的動作把它架住 對 對 好 你看喔 捏一下 慢慢的把它 往下壓 對 好 把它往下壓的時候啊 現在是不是看不太到 內餡了 是 好 我開始 把它這樣子 收起來 好像一朵花喔 對 收起來之後 我再慢慢的捏 把它捏出來這個紋路 哇 這個難 這很難喔 對對對 這樣子的話 我們餅烤出來它就會有一個 螺旋的紋路 對 它很比你們吃到的 不是球狀的嘛 就是一片 對 是扁扁的圓形嘛 再把它輕輕的把它壓一下 喔 好漂亮喔 從中間 上下一個橢圓形 再拿起來 這邊也是一樣的 我們把它轉過來之後 它現在是個這樣的橢圓形嘛 對 那再把它 上下一個橢圓形 壓成圓形就對了 那如果這個內餡 如果包得不好的話 烘烤之後會 爆炸 爆炸 對 所以說那個內餡的量很重要 對 內餡的量是固定的 可是我們在包的時候 要盡量的把這個內餡縫在裡面 是 包好之後不可以看到有破洞 不然的話 線就會從那邊跑出來 因為賣牙場它易熱它會滾 它會冒泡泡 對 所以它就盡量的找縫隙會跑出來 對啊 就像火山熔岩一樣 對 它真的就是會做像你做 山中間破個洞 然後線跑出來 我們就盡量做 對 剛剛我看線師傅這個手法 絕對不是一招一招 我覺得這邊呢 應該算是buffet了 客人真的可以點這麼多來吃 真的可以 這裡拿的就是我們的 玫瑰太陽餅 玫瑰的 有沒有看到粉紅色這個餅皮 我們是用天然的那個養生紅豬粉下去 是 它裡面它就是我們天然的玫瑰花瓣 然後我們帶一點點洛神花 是喔 酸酸玫瑰香氣 這樣甜而不膩 對 淡淡的花香 試一下我們的現金流 這個嗎 對 現金流是我們最新的 而且是現在我們今年推出最夯的 它裡面的話 黃豆餡 然後裡面它是流沙 那個流沙的話 它是我們的奶條加起司 有沒有 這有點像港式的 流沙的感覺 對啊 對 而且它餅皮是用法式餅皮 不會太油 現金流 你自己吃得很好 而且又不會太乾 衝髒嘛 做商人了 現金流是最重要的 當然 要有現金 送人家多好 送你現金的 不會不會那種有鹹香 而且我很喜歡你們點不怕試吃 吃完 剛剛姐姐又說 我還是親自送你去 換你下次再來 因為東西好吃 用心對待客人 對 因為你們今天絕對印象深刻 有沒有 太印象深刻了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會上 難怪五連霸 繼續連霸下去 好不好 沒問題 可以 可以 謝謝你們 不客氣 歡迎再來 肯定會 一定要 這邊的花油 可以換手禮 讓你們帶我去 謝謝